进来 不用换鞋 为何 你这是干嘛呢 我近期打算把这个房子卖掉 所以先收拾一下东西吧 卖房子 敏慧 全权那钢底下头盔去哪儿了 就在那里面 你仔细找找肯定有 对 打算卖掉了 你即将失去我跟全权这样的好邻居 不过好消息是 你即将得到一套你一直想要的书 该不会是你带我走了吧 我这算忍痛哥爱好吧 来 本人正式通知你一下 我 已经成为敏慧女士的正式男友 未来的老公 所以呢 保持一下距离啊 谈个恋爱而已 就要卖房子 我和敏慧连做个邻居都不行啊 不是我要卖房子啊 是我们百安的管理层 打算联合起来收购板 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 误会你了 怎么着 以后做大老板了 别开玩笑了 先看看能不能成功收购板 对了 我下午要跟曹慧一起建一个私募基金的人 你先坐 坐 行行行 你不用管我 你忙你的啊 请我忙 钢铁侠 你这么有钱 还需要敏慧卖房子凑钱啊 我想给他钱 但是他不收 收起你那渐渐的样子啊 本来还想给你支个招 现在看你这个样子 免败 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 不过你还真能帮我一个忙 说起你那渐渐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餐宾挺不错的 上次要不是心奇捣乱 说不定你们就成了呢 你这话敢当心情面说吗 我可不敢啊 他可是我问财神椅啊 我可不敢 我走 来了 财神椅来了 秦总好 你好 你怎么来了 周如记说他有个朋友要来看房子 我来接你一块回去 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 那在何海祥他们面前是怎么装的呀 那你得问他呀 曹总 送您 别啊 免了 我怕我们新大总裁 觉得我这个电灯泡太亮了 那我走了 宁慧 明天记得给蔡总打个电话 好好谢谢人家 我打呀 蔡总 哪个蔡总啊 就是我们刚刚见的投资人呀 又年轻又帅气 跟敏慧之前还相过亲呢 人家是看在敏慧的面子上 才投的钱 你快 真棒 小 小 上亲哪一次上亲啊 你不知道那一次了 谁啊 你不认识啊 谁啊 没谁 曹沐 你要让男人有点飞机感 你也别叫你呢 秦总 我走了啊 拜拜 我谢谢你啊 曹老师 曹沐 谁啊 那个没谁没谁 你别让 谁啊 周术记等急了 周术记得等急了 我们赶紧走吧 真的不重要 好 你这房子可真是太漂亮了 我这价格呀 跟你们这个预算呀 相接近的 如果你这儿没什么问题的话 明天上午就把合同签了 下午我就能给你打全款啊 钱先生 您不再多对别对比了 叫老钱就行 或者钱得乐 你是周医生的朋友 再一个 你这房子地段这么好 价钱又合理 我这生怕夜长梦多 让人给抢了 老钱都看了一个月了 周边他都转变了 就这他最满意 那老钱 我等一下就开始准备合同 我明天上午签字 好 对 因为我这个着急要搬进来 所以这个 我明白 我明白 您看这样好不好 您签完字打完款之后 五天内我把这些东西搬走 五天 这 五天 那 您看我毕竟这么多东西呢 三天行吗 您跟我三天 行 那 那我们说好了 三天 好 说定了 定了 我还有点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啊 好 我送你 我送你 老天 回店啊 来 回店 回店 出门 是电梯啊 干嘛呢 没什么 人呢 早走了 怎么回事啊 不计啊 我好像遇到情敌了 哎呀 搬家也太累了 我的天哪 不是我说你这么小的房子 哪来这么多东西啊 你嫌我东西多是不是 现在我再搬我去 别别别 你现在已经掉入我的陷阱了 逃不掉了 我也没有想逃啊 但是我现在有点饿 我们要不要去吃个饭 出去吃吧 吃之前先加个餐 等一下 喂 蔡总 行 行 您等我一下吧 我现在过去 哪个蔡总 是不是曹牧说那个 他找你干嘛呀 他说项目上面有些事情 想跟我当面说一下 所以我去找他一下 项目上的是找曹牧呀 跟你打电话干嘛 他说的是项目中的 技术部分的问题 这个只能我来啊 我怎么又不懂 我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 哥呢 你要是觉得特别无聊的话 你可以先帮我把东西收拾了 谢谢你了啊 走了 老板 外面都收拾好了 明和姐 她怎么走了 不是说今天为了搬家请假了吗 把这收拾一下 这我一个人怎么收拾啊 这我一个人怎么收拾啊 你是 苏田 没想到兜兜转转 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可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 想告诉我们 从哪里开始 就应该从哪里结束 你为什么会五年前车祸的资料 当年我手术完 当年我手术完 醒过来已经是大半年后了 我后来又回了一趟食安针 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当时的资料 我想弄明白 苏田到底是怎么死的 苏田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在五年前已经清清楚楚地跟你说过了 只是你不相信 你从来都不相信